校午还没三点 大批家长站在校门口 要提前接孩子回家 因为学校竟然用学生 确诊新冠肺炎 接过新北市卫生局通知 老师在家长群组贴公告 配合政府防疫 先让孩子返家 根据新北卫生局公布 领后康桥学校两名男同学 是抗体阳性机师小孩 一人二彩抗体阳性 另一位PCR阳性 CT值高 卫生单位紧急匡列193人 裁检全校近3000名师生 小学一到十二年级 改采线上招学到五月五号 校内学生确诊 校方也不敢大意 今天早上八点多 接获新北市政府通知 要配合疫調 本校其实已经做好 停课不停学的一些 那个线上学习的规划 康桥国小确诊的男同 还有一名姐妹 就读桃园几星国校 检测结果也是阳性 另外消毒停课的 还有桃园的西门国校 新门国校紧急停课 因为校内两名学生 分别国小四年级和六年级 是抗体阳性机师家人 曾经接触疑似感染案例 目前居家隔离 两个班级 4月28号起 自主停课一周 线上教学 预计5月5号恢复上课 而傍晚更有家长 特别跑一趟学校 因为桃园市卫生局 特别招开健康说明会 OK就好 就是可以 因为我真的还搞不清楚状况 最常是我不来听一下 如果是他们班的话 我会 对 对 我会就全家去自备 针对家长来办一个说明会 让家长能够离经相关的一些疑问 那我们也安排 这个医院裁检的部分 以及抽血检验的部分 多数家长都希望公废筛检 医院就是不希望病毒带进校园 让小孩染疫影响健康 更要避免校园群聚大漏洞 记者桃园综合报道